战姆斯以身体强壮,力压巨大闻名,但是像他这样的块头,在一名13岁的小球员,面前竟然显得很苗条,战姆斯伸手拉起这位球员竟然很背景,差点闪了腰,这一切只因为这名小球员其实像是巨兽, 亚加雷杰克逊是扎姆斯儿子布朗尼所在球队的主力中锋,今年夏天他和布朗尼一起已经渡到了两个冠军,在布朗尼身边,杰克逊的光芒并没有遭到掩盖,反而在这个夏天走红,杰克逊的身高已经长到了6英尺9英寸2米06,体重达到270磅122.5公斤,这身高体重是什么概念? 作为对比,詹姆斯身高2米03,体重113公斤,也就是说,杰克逊的体重比詹姆斯重了9.5公斤,杰克逊虎背熊腰,身材壮硕,这身体要比詹姆斯大一号,作为NBA大块头的代表, 赵姆斯的官方体重,也是122.5公斤,13岁的杰克逊竟然有赵姆斯一样的体重。 布朗尼所在的北岸篮球队可谓是精英灰萃,也正因为如此,这支球队在全美童年龄组的比赛中所向拼命,拿冠军拿到手软。 但,詹姆斯儿子布朗尼是其中的明星,因为父亲的缘故,受到无数人的关注。 不过,在这个年龄组,布朗尼未必是最优秀的,亚扎雷杰克逊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杰克逊还打橄榄球,他还没有决定高中到底是主攻篮球还是橄榄球。 麦迪古朗尘的球,探专家艾里克·汉普福德对杰克逊很欣赏,他称赞杰克逊在近期的比赛中打出了神勇表现,是全美最佳之一。 汉普福德还认为,无论杰克逊选择篮球还是橄榄球,都会有很好的前景,未来会引发大学名校的争抢。 杰克逊获得胜赞,詹姆斯儿子布朗尼传闻,收到了杜克大学,肯塔基大学的奖学金邀请。 这多少是因为扎了老爸的光,亚扎雷·杰克逊则在靠着自己的天赋,引起篮球圈越来越多的关注。 他将在2023年高中毕业,如果打一年大学就进NBA,那么会在2024年参加选秀。 6年之后的杰克逊会变成什么样子?杰克逊现在身穿34号球衣,这正是大鲨与奥尼尔校列湖人时的球衣号码,奥尼尔身高2米10哟。 体重325磅147公斤,也许NBA又要出现一条大鲨鱼了。 在2023年参加选担的比赛逊会变成了一条大鲨鱼了。 所以,这些看法在2024年参加选担,还要出现一条大鲨鱼的肯塔基,